如果大家是鬆弛熊或者是角落生物的Fans的話呢 其實你們來到日本一定要去這個Kuma Store 啦 因為這裡會有很多新店的產品在海外是買不到的 它最低色的地方就是每個店都有它的限量產品 所以如果你想買齊的話其實也很麻煩的 你要先走那麼多個店 好啦 今天就帶大家來吃這個藍食壽司 看到這個這麼豐富的藍食壽司其實都只是990日元 是不是很划算呢 其實這個店鋪呢也是在美田石道街這邊的 很少的座位 如果你繁忙時間來的話可能要等啦 嘩 這麼快就吃完了 那吃完了你可以跟他們說 Kositsosamakasta 是 那他們就會很開心的啦 那我們現在就走了 那就拍著這間啦 如果逛街逛得累的話呢 其實呢 我日本有很多這些的 飲茶店啦 咖啡廳之類的東西 那你看以前是吃一些甜點 然後就是去沖刺喔 那我來到這裡呢 就叫了一個這些套 我其實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不過這些其實你們知道啦 這些是雪糕啦 寒天啦 這些是丸子的 但是這一串呢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那就不要緊啦 應該看樣子都挺好吃的 對啦 對啦 就是要排隊啦 就是要排隊啦 好吃的東西就是一定要排隊 那這裡最出名的呢 其實呢 就是吃烏冬的 那各式各人的烏冬都有的 它有些麵呢 烏冬麵呢 烏冬麵呢 是即叫即正的 那我去年來的時候呢 就叫了一個冷烏冬的 那今天天冷地冬啦 那我就不叫冬的啦 我就吃一個熱的烏冬麵 我叫的這一個呢 是有海老 兩個海老在裡面的 那 它 很 很大碗的 很大的一碗 兩次海老是 非常大的 我們應該是以來的麵麵 那麼美啦 哇 超級大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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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牠們聽到嗎 先吃天婦羅蝦 對呀,我很喜歡吃天婦羅蝦的,行不行 哇,很貴耶,不濃 比昨天的蝦大炒鍋 很好吃 各位觀眾,我們閃一下閃一下 這麼快就閃完快閃旅行 我們就去玩這個快閃旅行 但是你到機場的時候呢,你千萬不要那麼 心急,然後就check in 進了那個海關 過了海關 因為呢,過了海關之後呢 無論買東西啦,或者是吃東西呢 都比在關外面呢,是少很多的 那我建議呢,大家都會來回 這裡二樓 國內線的check in 地方呢 其實它有兩條街呢 全部都是多些吃東西的 如果你想賣東西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三樓 三樓你可以繼續去那個雪偏 然後呢,買完之後 那你不要買太多啦 如果你太多的話,你拿不了那麼多 那你就可以進行這個最後 洗清了你的日圓的行動的啦 就說,謝謝 你好,謝謝 那你真的沒有放火 那你怎麼說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